Gigi,我之前看公司的廣告 就說澳洲放短租可以做到10厘回報 其實是真的嗎? 聽我是否有點誇張所以這樣問 但事實上說得出真是做得到 不如我用個例子給你一些概念 以物以本市中心一房單位為例 平均一個星期的長租做400元左右 而日租做約135至145元一晚 一個星期七日即是有980元 我們保守點用八成入住率來計算 八成入住率即是有786元 已經比長租高很多了 當然以我們Ray White旗下的管理 大部分時間都不止八成的入住率 以剛剛過往四月開始為例 我們有好幾個月都超過九成六的入住率 那不是幾乎是酒店的日租 但又長租的密度 聽起來10厘回報又真是不難做到 是的 但當然不會每個月都這麼高 而且Running Cost也會比長租相對高 所以我們要拉雲平均一年去看 以我們Ray White旗下管理的物業為例 平均都做到8-10%回報 最高紀錄是16.9% 但是提醒你 物業本身有很多因素都會影響回報率 就例如它的質素 地段 以及營運管理 嗯 這樣也是的 早前疫情封城封州 對於Airbnb的影響是否很大呢 是的 開初我們都很擔心 尤其是Lockdown初期真的很受影響 不過幸好澳洲應對相對很快 在去年上半年 其實我們已經回復超過一半的入住率了 因為用澳洲短租的 其實除了旅行人士之外 州與州之間的Travel 才是最強勁的需求 我想這件事香港人比較難明白 其實自2月起 澳洲已經回復疫情之前的生活了 所以對短租的需求是很強勁的 那我又很想知道 需求最強勁的地點在哪裡呢 你又有沒有一些真實回報的案例 又或者是隨時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呢 Wing啊 你都有很多問題的 我們接下來會舉辦多些澳洲短租的講座 到時我會展示多些例子 以及講解一下我們為何做得這麼好 至於你願意問我地區的問題 不如我們留下一集吧 到時我會介紹一下物議本 甚麼地區做短租的秘訣 好 謝謝Gigi 記得要留意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Like、Comment和Share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Bye Bye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